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金融絕殺半小時 今天我們要立即改成星期一來直播 因為我們這個星期有六字針研 我們的可Sir要立即過給我們 還有我們今天要講一下美國的國策 怎樣完全跟隨猶太的石安教教義 哇,很緊急,很緊急,快說給我聽 發生什麼事,可Sir 的確不同,衝完電回來整個又聰明了很多 又漂亮了很多,OK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提早一天嗎? 為什麼呢?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想這樣 你真的知道 我先問他 因為你睡在做這些事情 很不習慣 是的,好厲害,好厲害 這樣都被你說了 因為整個星期都不見你 哎呀,嘩嘩 嘗試提早一天行不行 一天都等不到 哎呀,真的 好的,終於今天見到你了 好厲害 好厲害,OK 整個十月份 今天已經三十日了 還有明天一天 OK 整個環球金融市場 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立即從7日開始那天 就籠罩了在以色列 還有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組織 這件事上面 一直到現在,OK 可以說這件事佔了整個市場 超過九成的活動 主宰著 以及編制著整個市場的所有活動 哎呀,真是 到上個星期五 大家都看到了 黃金終於升穿兩千元 如果不是靠這個消息 肯定又是在下面 走來走去一千九八嶺 那些事情 現在終於 星期五就破了 會不會繼續上 也會關乎這件事 是會怎樣 所以今天一定要先先說這件事 你們都看到石油價 由7日一直到現在 到上個星期五 都叫你們 不需要每天一見到就去買 不要這麼心急 總之見它跌 你就去儲 所以我是 拿金 儲銀 不是儲銀 其實銀也要儲 因為銀很多時候跟著金走 跟著一點 又不是跟得多 拿金儲 有油 OK 即是要我們 好像男人經常做的事 索油 就這樣 一見低就索 是你而已 真的是我 不是吧 我想到很多男人 索你 不會 我沒有這麼多油 被人索 真的 真的 好吧 還有這個 氣鼓 OK 這個就是六字真言 一開始已經開了鼓 OK 那些石油就上上落落 那些會員有幾個都肯出來說 哎呀 我今天只是上下落下 上下落下 那些就是石油的做法 但是金就有 就坐著 坐定定 那麼 會不會有機會 上到2050呢 我不排除這個機會 因為我看來以色列那裡 和巴勒斯坦哈馬斯那裡 都還在今個禮拜 就越來越嚴重的 那些東西是 OK 那麼股跌 主要就是 金就是避險 油就是因為 是大佩國 在那個地區中東那裡打場仗 是不是 分分鐘 有的嘛 對不對 那麼 現在股市 就因為這些投資人士 已經有一宗烏克蘭戰爭 打到現在整年有多 都仍然在那裡搓陀著 那麼 現在又多一宗 那就是說 美國兩宗都有他份 那就是說 他已經 又沒有錢 什麼都沒有 那麼現在仍然還要應付兩個戰爭 那麼究竟行不行呢 那就是赤字會繼續增加 那這樣 令到投資人士就很不舒服了 通常不舒服 就走了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起碼先走了 還是可以買回來 隨時 對不對 那麼個個都散貨了 première 進到 在那我們 人士 跟 睡覺